拜登政府日前向俄方呼吁进行首脑会谈 看似想要改善已陷入低谷的美俄关系 然而从历史上看便不难发现 先退一步再发动更大的挑衅是美国的惯用套路 据报道911事件之后 普京的善意举动曾令美俄关系回暖 普京还曾造访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农场 小布什盛赞普京是新型领导人 会与美国密切合作 但没过多久美国就宣布退出反导条约 2008年普京再度与小布什会面 期间两人还曾共同演绎俄罗斯民间舞蹈 关系十分融洽 但就在同月 北约承诺格鲁吉亚最终可以加入北约 此举也被外界认为是引发俄合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2019年G20峰会时 普京与特朗普举行会晤 特朗普还在现场表示 他与普京的关系非常非常好 然而会晤后的第二天 美国军舰就进入了黑海 与乌克兰举行了代号为 海上威风2019的联合军演 无独有偶 美军最近的阿富汗也使用了类似的招数 拜登上月宣布将在今年的9月11号前 将美军全部撤出阿富汗 话音未落 拜登就以协助撤军为由 向阿富汗增派军队 并部署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还在卡塔尔部署多架B-52H轰炸机 同时延长了美军航空母舰在中东的部署时间 由此可见 美国主动让步后往往都暗藏身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